我來替觀眾朋友問一下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 他可能現在在騎機車嘛 上下班啊 通勤啊 上下學什麼的 那機車主到底應該怎麼投保呢 機車主也是要買保險 在我的誠意一再強調 機車主他的車子的保險 其實先不要考慮那麼多 先要考慮到 他個人的意外的這個問題 所以機車他的駕駛人 第一個考慮 不是自己的車子的部分 而是他個人的這種意外險 個人的這種意外險 因為我一直想到 個人的意外險會比駕駛人要好 為什麼他全世界都可以賠 全世界的意外都可以賠 那可是你機車的話 你買那個駕駛人的話 你買駕駛人的話 只有騎摩托車的那一瞬間才有賠 但是有些人 我的職業類別太高了 太危險了 警察 警察 刑警 或者爆破部隊 他買個人意外險太貴了 那沒有辦法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買 就駕駛人 對 因為騎摩托車 根據我做保證這麼多年 二十幾年 最危險的工作 最危險的行業 就是騎摩托車 他雖然不叫做工作 但是他發生的機率實在是太大了 是 而且一發生有時候騎超快的時候 下場都很慘 肉包店 所以說你機車主的投保順序 要不然就是個人意外險太高 所以全世界都可以賠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第二個就是駕駛人 你可以再補強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個車子不一定是我騎 可是我的名字 可是我弟弟騎 那麼這個時候 不記名 幫弟弟 幫駕駛人也買一個 所以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這兩個買到夠了之後呢 你有多餘的錢就買這個 一樣第三人 萬一還是裝到馬沙拉底怎麼辦 對不對 或者是裝到 騎腳踏車的長輩 這些石油耳聞的大概也是這樣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 可是呢 機車主要怎麼規劃全滑算 其實今天準備的這一個 大概就是機車主的全財 就是我們大概假設 大概就可以用這一個來做一個比喻 第一 我們都知道汽車 剛剛折金那一個其實算起來是 五萬多塊 但是它有一個一千多塊的強制險 大家都知道強制險是政府規定強制的 它有很少額的所謂的這個 死傷的賠償 兩百萬而已 兩百萬 那個單一事故 然後每一個人商限是二十萬 那機車也有 所以這一個大概是在六百多塊 但是呢 我們要補強的是什麼 剛剛鳳兒兄說的 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這個不管是駕駛人還是程序 就是個人的保險一定要滿高一點 如果你的交通工具 是我們不能吃的 因為它BG是危險的 所以呢 你就要買的所謂的是 第三責任的 傷害 傷害 還有財損 財損 這兩個補上去的話 就是像剛剛鳳兒說的 不管你今天撞到有人 或撞到有人 超好 這一個部分 都可以做一個補償